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2月11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发出警告 任何在乌克兰的美国人应该在接下来的24到48小时内离开 短短一天后 美国国务院下令要求乌克兰大使馆内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撤离 不出意外 美国利用掌控全球舆论的能力 开始向中国泼脏水 2月23日 俄乌冲突爆发前一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上 借乌克兰问题抹黑中国 中国应该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 中方有义务敦促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 但中俄关系发展方向令人担忧 中俄联合声明表明 中国试图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来达成两国创造世界秩序的目的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近一年时间 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当初我国外交部对普赖斯的回应 2月24日 俄乌冲突爆发当天 我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主持 全世界各大媒体都在等着中国对乌克兰冲突的回应 华春莹直接回对普赖斯对中国的抹黑 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如何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 中国人民对此有着真实而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二 近代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殖民侵略 中国人民对丧权辱国有着特别悲惨的记忆 就在距离现在并不遥远的二十多年前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北约轰炸 造成中国三名记者牺牲 多人受伤 北约至今还欠着中国一笔血债 三 即便在现在 中国依然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中国核心利益上 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并对中国主权安全造成威胁 在华春莹的回应中 当时有一句话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这句话就是 中国也还是唯一一个 还没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我们知道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在支持台独势力 把台湾当作牵制大陆的重要棋子 但是 华春莹在俄乌冲突爆发当天特别提到 中国没有完全统一 显然是在提醒警告美国 中国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即便将来美国出面干涉 中国也将不惜一切代价 完成祖国的统一 这里必须明确一点 海峡两岸至今没有完成统一 完全是中国内政问题 与俄乌冲突有着本质区别 纵观70多年来 发生在台海的重大事件 美国一直参与其中 成为中国统一事业最大的外部干涉势力 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 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 美国政府完全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走出来 但是 美国没有这样做 一方面对台湾当局给予大量援助 另一方面扶植日本 将日本变成东亚对付苏联 以及新中国的重要力量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 竟然直接下令美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以武力干涉的方式 阻止解放军杜海解放台湾 杜鲁门还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 公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 需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 由对日合约获由联合国决定 1954年12月2日 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 双方约定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移 缔约国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 本身之和平与安全 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 以对付此共同危险 对于这样一非法条约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12月8日 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解放台湾 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 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 朕绝不容许他国干涉 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 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 毛主席生前未能解决台湾问题 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国出面干涉 原中联部副部长王立 后来回忆了一件事 他说 王泽东同我讲过 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 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 当时 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慰稳 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 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 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 我们只看到湖宗南 在西南还有大军 于是二爷分兵去了西南 三爷 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青残敌 所以没有把二爷三爷 集中起来解放台湾 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 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旗下火了 在大陆 蒋介石输了 我们赢了 在台湾 我们输了 蒋介石赢了 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 是不能挽回的错误 邓小平非常重视台湾问题的解决 1978年1月 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 特别提到了台湾问题 他明确告诉对方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准备 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 力争用和平方式 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点 实在 不行 还得用左手 集军式手段 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 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 邓小平访美 访美期间 台湾问题依旧是中美会谈的焦点问题 面对众多美国高层人物 邓小平说 今后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 只要台湾回归祖国 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但是 邓小平再次重申 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在邓小平访美前夕 大陆方面公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公告全面阐述了 大陆方面对台湾回归祖国 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 然而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始终没改变 依旧把台湾当作在亚洲战略中 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中美建交短短三个月后 美国参众两院接连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 美国再次公然宣称 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 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样的期望 以非和平方式 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前途的任何努力 是对 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势 自那以后 美国根据国际形势变化 持续关注台湾问题 始终把台湾作为中美交往中的一个筹码 比如1982年7月 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 向台湾当局做出六点保证 一 美国不会同意设定期限来停止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二 美国不会同意对台湾武器的出售问题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前进行磋商 三 美国不会同意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 四 美国不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 而重新修订与台湾关系法 五 美国并没有改变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六 美国不会对台湾施加压力 迫使台北与北京进行谈判 反观台湾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为了维持军队运作与足够的防卫能力 必须对外军构 而美国几乎是台湾唯一军构来源 美国对台湾的军售 自然引起大陆的强烈不满 1982年8月17日 中美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展开谈判 最终双方发表了817公报 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和中国联合公报 在817公报中 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谈判中遗留的美国 对台湾军售问题上 外出重要一步 美国政府在公报中承诺 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 近几年供应的水平 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武器的出售 并经过一段时间直至最后的解决 但是美国后来背弃了自己的承诺 老布什政府和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对台湾军售 即便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持续干涉 丝毫没有动摇大陆方面收复台湾的决心 1980年1月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80年代我们主要要做三件事 其中第二件事就是台湾归回祖国 实现祖国统一 邓小平说 我们要力争80年代达到这个目标 即使中间还有这样呢 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他还说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 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 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 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 没有这一点不行 如今大家都知道 大陆方面通过一国两制顺利收回香港澳门 事实上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最早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 1982年1月 邓小平在接见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兹时 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然而 无论大陆方面释放出多大的善意和耐心 可美国始终不愿意看到两岸走向统一 加上台湾岛内台独势力不断制造两岸对立 使得整个80年代中美关系围绕台湾问题跌宕起伏 进入90年代后 台海局势逐渐升温 美国更加关注台湾问题 以至于到现在更是把台湾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据不完全统计 40多年来 美国对台湾军售总额超过了700亿美元 即便是在签订87公报后 美国对台湾军售不仅没有按照约定递减 反而一直在增加 2022年8月10日 大陆官方发布了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与之前的版本有很大不同 他对美国提出最严正的警告 其与弃之严厉是以前白皮书所没有的 白皮书指出 美国一些势力出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 将中国视为最主要战略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 竭力进行唯独打压 变本加厉推行以台制华 白皮书认为美国一直言行不一 不断在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肆无忌惮地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官方往来 而且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持续给台独势力撑腰打气 为中国和平统一台湾制造种种障碍 面对美国霸权主义行径 中国丝毫不会退让一步 遥想新中国成立之初